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借用这个个人退休账户的设立而获得一些税务上的优势 我记得了我们在美国报税的纳税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需要纳税 那有我们老了退休的时候呢 政府也会准备一笔退休金给我们 所以除了自己储蓄以外 政府还会有补充的 是的 Jimmy 其实最近有一套新的律例 我们的退休金来源还会增加哦 哇 这是什么这么好的消息 赶紧告诉我们吧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州政府提供的Cal Savers加州储蓄者计划 哦 好像是这个是从2019年已经开始了对吗 那到底什么是Cal Savers呢 是的 是的 那Cal Savers呢 其实是加州一项新退休储蓄的计划 那专门呢 是为当前无法在工作中进行储蓄的私营 就是私营企业或者私营部门的雇员们而退出的 对于雇员来说的话呢 参与这项项目的步骤十分的简单 那雇员呢 只要提供他们想要储蓄到这个退休账户的储蓄金 并不是需要要求雇主缴纳费用或者捐款给我们的雇员 那雇员呢 就是员工参与呢 是全凭自愿的 他们可以随时选择加入 或者随时选择我们停止储蓄 那并且呢 由这个私营部门的这些老板 或者金融机构 他们来管理 并且受州政府任命的公共董事会来监督 嗯 Coco您说的这些好像听起来雇员要做的事情 是的 那虽然呢 这些好像都是我们雇员所要做的 但是雇主们呢 也是有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呢 是一个相当有限的 作为一个专业的财务规划师 以及我们的会计师 我们会提醒我们的公司老板们 都要注意一下这些简单的事情 其实呢 并不难 我们呢 雇我们的雇主 就是我们的老板们 只需要做到三步 第一个呢 就是将员工的信息上传到Calsabers 第二步通过公司的抵扣款 向Calsabers存入 就是这个参加Calsabers这个program的员工的资金 另外呢 就是雇主不需额外的付费 并可以推行这个计划 而且雇主呢 也不需要承担 或者作为这个计划的受托人 哦 原来如此 那这听起来 好像是小菜一碟 就是嘛 不过呢 还是有责任的 所以还不能忽略 而且不做的话呢 其实是有罚款的哟 哎呀妈呀 又罚款了 我们刚刚忙完报税 听到罚款了 我都就是怕了 那是不是跟截止预期有关系啊 是的 是的 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 不按照截止预期交作业 就会被扣分 拿不到A 但是成年之后 作为纳税的公民 如果不按照国税局的截止预期做事 就会被罚款哦 是啊是啊 我小时候也是 没有叫功课 给老师打 所以告诉我们吧 那个截止预期是什么 好的 其实Calsabers的话呢 首先要知道的是 适用于拥有五个或者更多的员工 而且目前呢 没有提供公司独立的 像401K这样的储蓄退休计划的雇主们 或者老板们 或者公司们 也就是说 如果您现在的公司符合这个五个 或者更多员工的人数要求 并且已经提供了这个401K 或者任何退休储蓄的计划 您其实不需要专门的去开这个Calsaver 这个program 但是如果没有 您又符合公司的这个人数的要求 您就一定要提供这个退休储蓄计划 好比401K 或者就是参加我们这个政府的Calsaver program 明白了 所以Calsaver有 如果公司有五个以上的雇员的话呢 然后公司也没有提供公司的其他的退休计划的话 那就要参加要登记 这个Calsaver 那截止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呢 好的 其实说到截止日期的话呢 它是分为三个阶段 三个时间段来分的 那所有符合不同时间段的条件的雇主 老板们和公司们 在注册的这个截止日期之前 均可参加或者注册 就可以避免罚款了 好比我们说 这个超过100名的雇员的公司 实际上已经在2020年的9月30号 要求说需要截止注册 然后超过50个员工的公司呢 是2021年的6月30号 其实就蛮劲了 然后五个人以上员工的公司呢 就是在2020年的6月30号 就差不多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呀 吉米 像你们公司都超过五个员工了 您一定要再记得 在2022年的6月30号之前 提供退休储蓄计划 或者开始设立CALSAVERS哦 OK Coco 那如果超过了这截止日期 雇主还没有开设这个CALSAVERS 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当然当然 这个后果可是很不划算的花费啊 如果在deadline就是截止日期之后 90天内不设定好CALSAVERS的话 或者储蓄退休账户的话呢 按照员工的人数 乘以250块一个人来罚款 那如果在180天 在这个截止日期后 180天还没有设立好的话呢 在另外的罚款 是按照每个员工的人头数 乘以500块一个人 再罚一次款 所以呢 就再次再次跟大家强调 我们的截止时间 截止登记时间是什么时候 百个人以上的员工的公司 已经截止了 是在去年2020年的9月30号 需要设好 50个人以上的员工的公司 在今年的6月30号以前要设好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以及5个人 5个人以上的公司 要在明年的6月30号以前设定好 还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好紧张哦 所以以您的专业意见 我们企业雇主们 公司老板们 应该是选择参加Calsaver 好呢 还是雇主们自己提供退休 储蓄计划 比如40EK啊 ZEPIR啊 哪一个比较好呢 哎呀 金明你看看我 我太兴奋要分享这个 Calsaver的计划给大家 都忘记讲 雇主们的退休储蓄计划 40EK啦 哎呀 但是我们时间有限 那我们 邀请Coco下一期 的节目 来给我们分享 不过 还是 要说这句话 不管公司老板 最后选择参加Calsaver 还是雇主们自己 设计一个退休计划 比如40EK 只要 记住 很简单的三步 就好了 那第一步 就是 您公司 知道您 自己是否 合格 符合 要求的 条件 有五个 或以上的 雇员 这个是很重要的条件 然后来找我们 Coco王 CFP 财务策划师 详细的 给您 解答 然后 开设 这个 Calsaver 或者是选择 另外一种 退休账户 40EK SAP IRA 给雇员 这样就是 成功打标 是的 是的 谢谢金敏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三个步骤 配合我们的会计师 配合我们的财务规划师 就可以帮各位设定好 大家需要 达标的 这个退休储蓄计划 那么如果您的公司呢 有任何的 税务方面的问题 好比税务的规划 或者是 有任何财务 这个规划上 税务规划上 甚至 PARO上的需求 事务所 来为您 打官 好 当然当然 感谢您 Coco 那下一集 我非常期待 我们来 听Coco 分享 什么是 40EK 退休账户 好的 谢谢 金敏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Coco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